欢迎收听长篇都市玄学灵异小说 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独家出品 1724集 不行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端城一边说着 一边加快脚步 到了张凡的车边 直接上了张凡的车子 砰的一声 把车门关上了 小凡 开车 张凡点头 直接一脚油门窜了出去 车子就这样朝着新金庄村的方向行驶了半个多小时 张凡并没有询问他们父子间发生了什么 一方面张凡不感兴趣 另外一方面 这是人家的家事 张凡过多询问 也不太合适 这个逆子啊 真是气死我了 端城直接抱出了粗口 张凡看了看他淡淡一笑 但是也并没有接话茬 你知道那个逆子 他让我干什么吗 他为了两枚灵果 让我去跟一个跟我湿如水火的人道歉 低头 他真是不把他爹的脸当回事啊 这小子怎么这么自私呢 自己的事情都是天大的事 别人的事那都是小事 当初 端有为出卖张凡和如今让端城低头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 自私这两个字在端有为的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他再这样下去 总有一天是会自食恶果的 端有为有些恨铁不成钢 不过 那声音里还带着一丝担忧 毕竟 端有为也是他的儿子 他现在管不了端有为 只能是任期发展 端城在说他儿子的事时 张凡没接一句话 这是人家家事 大约用了两个半小时 张凡和段城便到了新秦庄村 两人直接到了村长的家里 村长是一个梳着背头 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名叫李大同 去年张凡帮他们家解决了沙坑的麻烦 所以他一眼便认出了张凡来 诶 张先生来了 快 屋里边请啊 李大同十分热情地说道 张凡和段城进了屋里 李大同帮两人倒了水 三人坐定 李大同叹息了一声 有些惋惜地说 您的老朋友 赵老爷子他已经死了 张凡看了看李大同 也是叹息了一声 赵老爷子的死是在意料之中的 因为赵老爷子是六绝之人 不仅此生孤独困苦 寿命 也最多只能到七十二 去年张凡来的时候 赵老爷子已经七十一岁了 啊 这事我已经知道了 张凡回了一句 紧跟着又说 听说最近沙坑里面那个邪碎 又开始兴风作浪了是吧 是啊 前两天我们村里头 有几个村民到沙坑里面拉沙子 其中一个人站在坑边 一下子就被拽了下去 如果不是另外两个人提示发现 抓住了那人胳膊 这人呢 恐怕已经淹死在沙坑里面了 听到李大同这话 张凡和段城互相对视一眼 段城问道 那除了这件事 还有别的事吗 呃 一周前 有人到沙坑边去钓鱼 被一下子给拽了进去 淹死在了坑里面没能上来 到了现在啊 也找不到尸体 在这沙坑边啊 一共就发生了这么两件事 现在村民们可以说是人人自危啊 张凡看了看李大同 微微点头 然后又对段城说 走吧 咱们去沙坑边看看 好 两件事都是发生在沙坑边的 想获得更多消息 只能去沙坑边 由于张凡之前去过 也熟悉那个沙坑 所以并没有让李大同来跟着 很快 两人便到了坑边 围绕沙坑转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 也没有感受到什么特殊的气息 这时候 段城说道 小凡啊 看来咱们得下坑里面看看呢 嗯 也只有这样了 不过要下去还需要一些潜水装备 咱们先去买一些设备吧 不用了 来之前我就买好了 都在车子的后备箱里 呵呵呵 未雨绸缪啊 可以 段城笑了笑 对张凡竖了个大拇指 而后 两人从车上把潜水设备拿下来 穿在整齐 纵身一跃下了水 两人下水后一直距离很近 因为两人心里都很清楚 索摇阵一般锁的都是第三境大腰 而他们两人都是第二境的 如果索摇阵真的被大腰给破坏 大腰的能量便可以从索摇阵底下涌出来 如果涌出的能量超过了他们自身的实力 那他们就危险了 所以 在下水过程里 他们必须要十分的警惕和谨慎 下潜了20米以后 两人便发现了周身的风水阵纹 他们把一条条风水阵纹给捋了一遍 而且张凡还看到了 他奶奶稳固针法用的玉斑纸 玉斑纸闪动着淡淡的绿色光芒 抵挡着一缕缕倒气 张凡和断成上岸 断成把氧气罩给摘了下来 小凡啊 这索摇阵固然有所损坏 但是玉斑纸稳固得很好 那精怪根本没有从索摇阵里面逃脱的可能啊 张凡看了看断成也是点头 这索摇阵的稳固状态 跟我上次离开的时候没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 李大同所说的一周前和两天前发生的事情 并不是索摇阵下面的大妖的行为 从现在情况来看应该是这样 可是那制造险情的又会是谁 张凡面带思索上了岸 把身上潜水服给脱了以后 又对断成说 你知道巡回阵吧 知道 这是风水一脉 寻找方圆五公里阴鬼的方法 小凡啊 你是想用这个阵法来寻找凶手吗 这个方法倒是不错 可是 如果制造这两次险情的人并不是阴鬼 而是精怪 那咱们这个阵法的意义可就不大了 但是现在倒是也可以试试 可咱们两人 一人是相不一脉之人 一个是盗门众人 这是不是还需要再找一个风水一脉的人过来啊 不用了 由于我需要掌握一阵 体内也有少许的风水气息 我也懂得该如何布置寻魂阵 我来就可以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